插入圖片 假設我們在文章裡面需要插入一張圖片 我們選擇插入影像 我們選擇一張圖片,我們選契額 圖片插入之後,它會有 八個點點可以做收放 這八個點你可以做收放 那對關於排版的部分,你可以Double Click 選擇我需要的環繞方式 影像裡面的環繞方式 你可以選擇穿過 這樣文字就有一些被擋住 你說這樣被擋住不太好啊,不是我要的 那我們可以選擇什麼,在Double Click裡面 選擇置於背景 置於背景這樣就有一點像什麼 浮水音 你可以放在你需要的地方 類似浮水音效果 另外特別介紹的是屬於影像的工具列 你這邊有選擇不一樣的選擇 影像工具列在哪裡? 平常它可能藏起來 在 檢視裡面 工具列 裡面有影像 關掉了不見 檢視工具列 影像 你可以選擇的有什麼 黑白 灰階 灰階 或者是 平滑 有各種不同的選擇 你可以選 預設 這邊呢 還有其他的不同的選項 黑白反轉啊各種 你可以試試看 這些效果是不是 可以 讓你不用跑到 影像編輯卵裡去 也可以把你的圖片 做一個 基本的美工處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藏起來 的功能 你可以剪裁 假設我只要這一小塊 你可以利用剪裁的功能 你可以翻轉 你可以調透明度 這邊有透明度可以調 然後色彩 還有影像屬性 你也可以選擇 影像的屬性 又回到我們原來的部分 那你自己去選擇你需要的功能 達成你自己需要的排版目的